三十多年前 在湖南省省会长沙市的东郊 一片平原上 筑立着两座奇怪的土丘 他们凸显在田野上 好像马的安居 当地人叫他们马王堆 传说是公元九世纪 一位王的家族坟墓 他们真的是坟墓吗 如果是坟墓 那么里面埋着什么人呢 当一号墓的挖掘还在进行时 长沙城里流行着一个新的说法 说马王堆两个土堆里埋的是 西汉景地的两个妃子 这种说法在地方治理也得到了印证 马王堆的两个土堆 看起来确实很像是两个墓葬的风土 这说明 在新追墓的正东面 还有一个二号墓 难道真的是两位皇飞的坟营吗 一号墓和二号墓 成东西巷排列 三号墓仅靠着一号墓的南侧 由于三号墓已经暴露 所以人们决定先挖掘三号墓 和一号墓相比 三号墓的规模稍小一些 棺室分三层 边厢里堆满了丰富的隧葬品 后来他们中也有不少被证实是西纸之宝 但那一关的情况很令人失望 研究人员用准备好的真空梦提取官叶 结果以失败告终 1973年11月 马王队一带又热闹起来 这一次人们的心情少了一些疑惑 多了几分期待 所有人都希望能在这个墓葬里 再次获得惊喜 由于有备而来 所以能对尸体做更好的保护和研究 一号墓主人心追的身份和不朽之谜 或许能在三号墓中找到答案 三号墓里还有一幅薄画 画面上的人正在做着各种动作 有的像鸟一样展开双臂 有的好像熊一样笨拙地往上爬着 一共有40种动作 旁边还标有解说性的文字 这就是当时的健身体操 也许就是今天太极拳的雏形 古中国人在天文学方面的成就 也令世人惊叹 彗星图将彗星的形象和位置 描绘得如此真实 几乎让人回忆是否真的是肉眼观察的结果 六千多字的五星战 既是古代人的占星术 同时也记述了当时人们对宇宙的认识 水星 金星 火星 木星 土星 是人们肉眼能看到的太阳系五大行星 五星战留下了一些依靠肉眼观测的数据 说明当时的人们对五大行星的运行规律 有相当准确的了解 墓上里还有一幅地形图 方位上南下北 有比利尺 地图描绘的是东京111度到112度30分 北围23度到26度之间的地理状况 大体包括今天湖南 广东和广西交界的区域 向东一直延伸到今天的九龙 香港 这幅两千多岁高龄的地图 具备了现代地图的四大要素 山脉 河流 道路 居民点 有些四大要素 这个地图就是很科学了 把这个地图跟现在地图比较 那个河流啊 它那个走向 它那个湾岸区的那个形状 基本一致 如果把这个地图跟现在航航材料 现在经历的地图比较 当然是差一些 比不上 但是如果跟清朝的地图一比 比如说这个地图比清朝的地图还要眷却 从陪葬品可以看出 三号墓主人是一个博学多才的人 他接受了非常良好的教育 而且喜好读书 不过他并不是一个文弱的书生 墓葬中也出土了大量的兵器 人们推测 三号墓主人可能曾经担任过长沙国的武官 在三号墓里发现了两幅薄画 上面的男人就是墓主人的形象 这位年轻有为的武官 为什么死于三十来岁的壮年 是抱病而亡吗 或者还有别的更复杂的故事 从历史记载看 西汉早年 南方的南越国曾经叛乱 长沙国是抵御南越国的前线 两个亡国的军队发生过激战 由于战争的地点自然条件恶劣 双方伤亡惨重 由此人们猜测 三号墓主人 作为长沙国武官率领部队和叛军作战 不幸在征战中死亡 他被匆忙地约回长沙 匆忙地安葬 那么他究竟是谁 和一号墓主人心追又是什么关系呢 在三号墓中仍然没有找到关于墓主人身份的明确线索 人们开始把希望寄托在二号墓上 二号墓离一号墓西壁只有23米远 在一号墓发掘过去整整两年后 1973年12月 人们开始对二号墓进行挖掘 二号墓的时候寄很大的希望 寄很大的希望 但是这个风度都很大 一号墓一样大 两个一半一样大 我们就按照考古学的办法 要搞清那个地层关系 地层 不来根本就挖下去 比方说的风度多 先把它搞掉一半 所以码头也拆开 它这个后面就来看到它的地层关系 早晚关系 当时我们前来的机械化四个公司 突然那个推我去的推 推了一半 推了一半发现那个 下面那个墓口 是个椭圆形的 椭圆形的墓口 让所有在场的人都迷惑不已 同属一个墓葬群 为什么会出现方圆不同的墓葬口呢 在场的靠谱人员发生了激烈的争论 有人认为这可能不是墓葬 而是地面的塌陷 大家决定 找汽车钻进行钻探 很快 两三个小时 三四个小时 打下去十米 打下去十米 这么大的钻头 这个把他背过 你古把他打下来 这是个墓 虽然墓口不合常规 但肯定是一处墓葬 这个墓又会给我们留下些什么呢 挖掘开始不久 就接连发现了几个岛洞 当时有那么多几个岛洞 所以大家的心里有冰凉的了 在其中一个岛洞中 意外地发现了一个唐代的瓷碗 这说明早在唐代 二号墓就可能被盗墓贼光顾 关过来都烂了 直接上下底板了 没有关过来 直接上下底板 到下面都烂光了 都是泥和水 都是固在一起 就是这个停下来了 要清理 里面还有东西呢 这个水一压 压坏了 压坏以后呢 这水进去 把这个旁边 你把侧面这个板子 都烂掉了 上面的盖子压下去 上下两个盖子 盖在一起了 它本来东西不多 四百多件东西 结果都打烂了 去的贵族 二号墓的规格 显然比一号墓 和三号墓都差 随葬文物 也显得寒酸 如果真的像传说的那样 一号墓和二号墓的主人 都是黄飞的话 怎么会有 这么大的差距呢 这时 已经到了严冬季节 一场大雪 忽然降临长沙 这次太平了 冰冻了 有过年了 看到没什么东西了 那冻得不得了啊 我们在外里怎么办呢 我说 不仅难够清理 而是要赶快清理 我来等 现在这个下雪进了冰 你坐着时间把这个东西也拿出来清理完了 如果你一等的话 那个冰口水一样化 这个墓就会垮下去 是赶快 由于墓室被毁坏 里面一片狼藉 考古人员不得不在泥水中摸索 忽然 有人从芋泥中 剪出了两颗印章 我在这里上面 他就看 哦呀 两颗印 他一看是 李长大号主印 和李长预印 哎呀 我当时就很高兴 我说这个墓主人的问题就解决了 从印章上看 二号墓的主人 确定是戴侯 名叫李仓 而戴侯字样的名文 在一二号墓的随葬品上 曾多次出现 戴侯李仓 曾在西汉初年担任长沙国丞相 如果墓主人的身份确凿无疑 那么还应该有一方 长沙丞相的印章 当时决定 问过情况也好 把构地把这部吊上来 还是把构地把下面的鱼泥 全部吻回来 吻到我们这个惯的 画头是我画头的嘛 我说这块我就编个一号 我就编这号 你编一号 把桶子装一号 这个画头 我再度下面画 编个一号 最后拿回来就 一个 就在心里 拿回来心事的人 回来心事 哎呀 就了不得了 这枚印章 证实了人们的推断 上面的印文 清晰地显示出 长沙丞相四个字 三个墓葬主人的身份 终于有了确切的答案 所有传说和猜测 就此结束 二号墓主人 是立仓本人 一号墓的主人心锥 毫无疑问 是立仓的妻子 侯爵夫人 三号墓的主人 应该是立仓的儿子 这一挖车以后 好了 网续通知 就是北京来的网续通知 好了 挖车都冒到眼睛来了 墓主人的身份 虽然有了定论 但人们的疑惑 反倒增强了 一个享有七百户的 小诸侯的家族 怎么会富比皇族呢 在西汉早年 长沙一带 是比较贫穷的地方 除了封地的供奉 这个家族 还有什么收入来源 另外 在三座墓中 为什么新锥的墓 比丈夫立仓的墓 要高贵那么多 中国古代发达的史学记载 进一步充实了 戴侯家族的信息 公元前194年 长沙国丞相利仓 被汉文帝封为戴侯 八年后 利仓去世 利仓墓狭小的墓坑 和简朴的随葬品显示 当时戴侯家并不十分富裕 椭圆形的墓口 可能也是简陋的原因导致 利仓去世后 他的儿子利希继承了封号 成为第二代戴侯 这位戴侯 会不会就是死于战争中的 三毫墓主人呢 在随后的考古研究中 人们对三毫墓主人的身份 发生了激烈争论 一部分专家认为 他就是第二代代侯利希 而另一部分专家提出疑议 三毫墓陪葬的是三层关 有为列侯四层关的立志 所以不应该是第二代代侯利希 而且三毫墓和一毫墓的位置关系 也不合情理 人们猜测三毫墓中埋葬的 或许是利仓的另一个儿子 如果三毫墓主人 并不是第二代代侯利希 那么利希墓会在哪里呢 在这个同时埋葬了三个主人的家族墓地中 是不是还有第四座墓葬呢 专家们决定让钻坛队再对两座土丘 进行详细的探测 那个钻坛队那个钻了三天 把所有地团都钻偏了 没有 认为三毫墓主人是利希的专家 由此更加肯定了自己的判断 他们还从三毫墓的陪葬物品中 找到了相关的证据 在三毫墓的一些风泥上 清晰地留下了代侯家成四个字 在汉代的官职中 只有诸侯才有资格设立家成 也就是管家 级别相当于县长 在陪葬的七七上 有不少表明物主身份的名文 君姓九 君姓十 能称为君的 骑马应该是诸侯国里的猎猴 而且在出土的薄化中 主人乘驾的是匹配四匹马的马车 皇帝可以加六匹马的车子 六匹马交一个车 最后是四匹马 这个大幅三匹马 四匹两匹马 老辈是只来个加一匹马 你要加四匹马 那就是画上的画法了 他们曾拜将称侯 黄袍加深 却终究要魂归地下 入土为安 辉煌一声 他们无法割舍的 是那金鸾宝座千秋伟业 还是奇珍异宝天下财富 是那金鸽铁马战场荣耀 还是歌舞乐运闲情义趣 敬请收看华夏传奇系列节目 地下的王侯 多少年来 类似的争论始终在继续 马王堆汉墓 就这样散发着神秘而诱人的气息 有些问题 也许能在未来得到破解 有些问题可能永远都找不到答案 相比之下 普通人对千年不朽的一号墓主人心锥 有着更浓厚的兴趣 文字记载的历史 完全忽略了他 但两千多年后 他却比丈夫和儿子更引人注目 2002年3月 应湖南省博物馆的请求 中国刑警学院法医系教授赵承文 开始复原心锥的形象 为了警察工作的方便 赵教授设计了一套叫做 CCK三型人像模拟系统的软件 可以通过尸体的骸骨复原死者的面貌 赵教授认为 人的面相关键取决于颅骨的形状 只要颅骨保留完整 两千多年前的女尸 与日常破案中遇到的尸体 基本上没有区别 复原主要依据心锥颅骨的X光片 出土师拍摄的面部照片 以及薄画和相关历史文献资料 赵教授在电脑上 完成了对心锥面容的复原 看起来她是一位地道的中国美女 而根据尸体的伸长 还可以推断出 她年轻时大约有1.6米高 人们据此又复原出了心锥年轻时的蜡像 没有记录可以查询心锥的来历 人们推断这位美女在很年轻时 就嫁给了比她年长的栗仓 丈夫去世时 心锥只有30多岁 家境也比较一般 之后 栗仓的儿子栗希 继承了侯爵的封号 一家人仍旧留在长沙 没有人能确切地描绘出心锥当年的故事 她有着什么样的痛苦 遇到过什么困惑 或许还有过什么风流运势 一个像她这样美貌而守寡的侯爵夫人是如何经营丈夫家业的呢 栗仓四后 代侯家的福底不仅没有衰落 反而越发兴盛和热闹起来 心锥到底靠什么继续了如此多的财富呢 也许她投靠了什么权贵 或者有什么特别的手段 答案早已沉入历史的深处 我们只能靠想象去描绘心锥的人生 她也许是快乐的 锦衣玉石宠坏了她 她在家里为所欲为 不懂得劫持和熟练 当衰老一步步逼近 她充满了恐惧 于是把所有的寄托都放在了死后的宫殿上 去使大量人力为自己营造另一个豪华住所 还不惜灰金如土 定制昂贵的漆器和丝制品 当年在发掘过程中 人们都对内观上这幅用博之称的画感到迷惑 在后来的很长时间里 这幅博画始终散发着独特的美丽 吸引着人们 因为它不仅是一幅美妙的艺术作品 而且还透露了心锥内心的秘密 透露了当时中国人对宇宙和生死的认识 博画有两米多长 一共分三个部分 下面是地狱 中间是人间 上面是天堂 地狱倒也不太可怕 一个赤裸着上身的男子 双脚踩在怪鱼身上 用头和双手顶着地面 人间的情景就是信锥当年生活的写照 他是一个庸荣的老妇 在仆人们的环庸下 神态安详 而略有些忧伤 这幅肖像画比例合适 线条流畅 使得人物生动有神 是中国传统人物绘画中的精品 心追向往的天堂是这样的 奇怪的九个太阳在巨大的树枝间照耀 最大的太阳中间 展着一只金色的乌鸦 万万的月亮里 有传说中的神兔和蝉雏 旁边还有一个仙女在飞舞 薄画最上端的中央 应当是天神 它是一位长着蛇身的女子 也许就是中国人心目中的创世主 女娃 人们猜测 这幅薄画其实是一种叫翻的东西 用来召唤死者的灵魂的 也许心追并不肯定自己能升入天堂 所以特意制作了这样一面精致的弯 来引导自己的灵魂 不要走错了道路 心追只顾营造死后的世界 却没有料到 他苦心经营的家族 在后来的发展中并不顺利 根据史书记载 丽西死后 他的儿子第三代代侯离开长沙 到首都长安做官 之后 第四代代侯又担任过武官 因为擅自调兵而被判处死刑 遇到赦免才留了一条性命 不得不回到原籍 史书关于代侯家族的记载 就此终结 心追死后短短几十年 一度繁华庞大的家族就不复存在 他的后人成为平民 从前的富贵 烟云一样消散 侯爵夫人心追 为世界留下了大笔珍贵的文物 和很多解不开的谜团 但他本人的心愿却在历史的尘埃中 无可挽回地凋落了